西松的树林中,厮杀声不断,一边是肩膀上挂着黑布的法教信众,而另外一边六个人是尖天司。 从他们的身份,李火旺判断出,这应该是尖天司在清剿信仰于儿神的法教,而且尖天司明显占优。 哪怕再不怕死,也无法弥补绝对实力的差距。 至于李火旺为什么能判断出另外一边是尖天司,只因为当初带他入司的奢刀仁宏大也在其中。 看着远处的血流成河,李火旺稍松了一口气,这个时候,只要不是跟作旺道有关就行。 走吧,这些帮乌合之众,尖天司应该能解决,用不到我插手。 自从知道尖天司在努力阻拦天灾降临后,对于他们李火旺态度好了很多。 可就在李火旺脚下刚挪动半步的时候,他忽然看见一位正在做法的道人,手中的武器有些不对劲,那是一支笔。 等李火旺再次仔细查看后,惊讶地发现,那居然是诸葛渊的判官笔。 诸葛兄,你看,那是不是你过去的兵器? 白灵秒忽然听到李火旺自言自语地问道。 果然如此,当初你生死之后,你身上的东西都被尖天司给留住了。 话说,诸葛兄,你那判官比什么来路? 是吗?这么厉害? 说的是啊,当初我要是拿走就好了,可那时候你刚死,我哪有心思想这些? 虽然白灵秒知道李火旺应该是在跟那些看不见的幻觉说话,可是这不得不说,实在是太怪了。 就在他刚要开口询问李火旺到底在说些什么的时候,却忽然看到李师兄的脸色变得格外的猙獰,恶狠狠地盯着远处的一人。 白灵秒的视线也能跟了过去,很快他就瞧见了一位嘴唇发子的女人,她的左手反握着一把模样奇特的古剑。 一节一节的古剑伸往上挪,当看到那剑柄样子的时候,白灵秒顿时被吓得低呼一声,那居然是一个人脑袋,这把古剑居然是用人的脊椎骨做成的。 而且脑袋看起来被特殊炼制了,如同干瘪下来的橘子只有拳头大小,蹊跷都被黑泥封住了,额头上还贴着一张紫色的符绿。 那脑袋虽然缩小了这么多,可是白灵秒还是可以看出这人生前应该模样俊朗。 咯咯咯听到声音,白灵秒侧身看去,发现是自己李师兄咬牙切齿的磨牙声。 他们他们居然把诸葛渊的身体炼制成法器,面对如此亵渎自己好友师身,李火望眼中的怒意怎么都止不住。 这有什么可泣,这不是正常的狠,你这个心素都这么金贵,整个大一个心盘扔地上,你觉得尖天丝可能会放过呀。 作望到幻觉一脸兴灾惹祸地坐在彭龙腾肩膀上调侃道。 而相比李火望的愤怒,诸葛渊的脸上却显得非常地豁达,小声不苟于物,自在于心,那只不过是一句臭皮囊罢了,李兄,咱们走吧。 不行,李火望毫不犹豫地说道,要是碰不到,那还可以当看不见,可既然碰到了,哪有什么都不做的理。 当初诸葛渊为了自己,连命都没了,自己难道就放任着他的尸体,被别人随意利用。 虽然已经决定了把这把剑给拿回来,可是李火望却并没有鲁莽地贸然动作,而是待在原地默默地观察着那女人的手段跟实力。 看着弘大对着那女人说话的态度,李火望判断这女人的身份应该就是新的迹象。 至于她是哪门哪派,从身上朴素的紫色长裙,李火望暂时还看不出。 而且,尤其是她手中的诸葛渊的脊髓长剑,李火望更是忌讳,要知道那可是用心盘炼制出来的法器。 诸葛兄,你可知用心盘的脊髓能炼制成的是法器,有什么克制的办法没有? 自然不知,小生是心盘,哪里会去留意如何炼制自己? 李兄,咱们走吧,不用为我节外生枝了。 哪怕诸葛渊如此劝说,但李火望心意已绝,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嘴唇发子的女人。 就在这时,那女人猛地举起手中骨髓剑,对着远处的法教信众轻轻一划,一整排法教信众肩膀以下,腰部以上的身体瞬间消失了。 在她们的惨叫声变成两节,卷着从缺口中喷出的鲜血摔落到地上。 倒是,要不算了吧,她这么厉害,你未必斗得过呀。 和上面带担忧,向着李火望说道。 然而,李火望却不这么想,眼中的眼神更加坚定了。 李师兄,好奇怪啊,那人用那股剑划了一下后,我居然能看到被她划过的地方,出现了一条缝,那缝里面居然有农田有山。 缝隙里面有田有山。 李兄,我知道了,缝隙的那边是大旗。 听到诸葛渊的话,李火望心中一宁,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,原来这女人用剑开了一道通往大旗的裂系。 等裂系关闭,就如同剪刀般把那些法教信众给加成三段,大梁分二段,大旗分一段,那与其说是一把剑, 倒不如说是一把通往大旗策历史的钥匙。 看见法教信众节节败退,眼看着就要招架不住,弄清楚那骨髓剑能力的李火望,便决定不能再等了。 有法教这些人在,还能吸引走其他尖天司的注意力,万一法教被全灭了,那自己就要独自面对这一帮尖天司了。 你们两人回去等我,去前天的山谷集合。 李火望低声对着苗苗跟李遂说完后,脱下红色道袍扔给他们,把有颜色的虚影切到地下,隐身的他缓缓向着那女人靠近。 当靠得足够近,李火望摘下脸上的铜钱面罩,脸上一阵蠕动,变成一张陌生的面孔。 紧接着手一番,一张黑布出现在他掌心,挂在了自己的胳膊上,此时的李火望完全一副法教信众的打扮。 看着他们不断徒露着法教的男女老少,李火望默默等待着,等待着最佳时机。 当李火望瞧见,一道黑玉匕首从那女人的影子中伸出,向着她的背后伸去的时候,李火望双脚猛地在地面一蹬,如同猛虎般向着她扑了过去。 就在李火望快要扑到那女人面前之时,四面八方忽然寒光四射,挂着各种新旧刀具的破烂袍子旋转着,向着李火望照来。